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星期一晚,5月13日的啤梨晚寶 我身邊都是Cat姐 大家好 後面有兩位神秘嘉賓 不過不要提她的名字 這些名字提了之後 隨時會被封殺 我看見你手上有些酒 沒錯,就是這瓶汪薯的Sake 要多謝林康正請我喝酒 是 這瓶大家可能有聽啤梨晚寶都記得了 Lawens我經常說 Lawens 提勒 就是這瓶日本領事館 專門用來招待賓客的一瓶Sake 這瓶紅色是順米淫釀 無過濾 為何無過濾呢 就是精米薄合48% 喝下去其實酒味 無過濾的意思就是 米味會比較重 可能大家 喂,這麼多了? 快要喝光了 唉… 剩下多少了 剛剛有很多很好看的 之前的預告 剛剛提過一些 大家看久一點就喝多一點 另外呢? 這瓶是什麼? 這瓶是一個 未真味的清魚 我們一會兒開來喝酒 好 今天多謝Cat姐 我可能會興奮 因為待會第三、第四個嘉賓超英俊 好英俊 我以為你說 因為關我的名字 我以為她是英俊 很英俊 不要緊 不用害羞 我們先講一下新聞 今天的新聞 第一次我都想講一下 譬如東方日報 昨天有一篇文章 標題就寫著 議員表現就有欠職的 月代十萬 無能為力 就在說什麼呢? 就在說什麼 立法會議員 在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 繼續白度人工 表現非常之差 舉了什麼例子呢? 早前明報都踢爆過 在上個年 政府有三分二的議案 其實正常是應該要一個半數 坐在那裡投票 竟然不夠一個半數 坐在那裡 投票也是不夠 即是她的半數 如果那些人要司法覆核 其實是有權的 即是半數的半數 即是25% 即是50%就要 大概是 有三分二是50%都不夠 好 即是有些非常之低 但有些率值得很低 好像河君耀 她支流就被人開名罵 好 第二個 就是一些口頭的質詢 加上書面的質詢 就說去到上個年度 基本上很多大部份 是十次都不夠 即是質詢十次都不夠 但如果再算上個立法會 即是表示還有 所謂反對派立法會 其實反對派都有很多 我以前都說過 不投票 不出席那些問題 都不輕 但當時 你的質詢 一個年度 都會有平均十四倍以上 即是表示 現在是少了的 第三 這個好笑 今年我想問一下 Cat姐 知不知道今年是甚麼年 你說熟甚麼還是甚麼年度 就這樣 2025 2024年 2024 你真的很聰明 2024應該 立法會網頁要更新 譬如年報 我當是2024年 你還未出 是更新到2022年 連2023年都未有得看 是去到今晚今晚今晚的程度 那些媒體於是就 就是 向這個查詢 為甚麼這班人做事這麼差 向一個立法會秘書書查詢 向一個叫做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查詢 在過幾星期之前 就已經是查詢了 你猜一下這兩邊 有甚麼答案給他出來 還未回答你 因為你的年報兩年都未出 你問一條問題 你一個星期答到你 Cat姐真聰明 結果就是 是完全沒有福利的 即是香港是多給我 這些錢 是我們錢來的 每個 待十幾晚一年 如果加上一些 兼職行政會成員 就不止這筆錢的 盡快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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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快的助理 有這些可以申報 有這些可以申報 那些可以申報 原來整個垃圾 你所謂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 你口中所說的五光十色 原來不敢做事 不敢做事 他也算了 喂 是不是應該要查詢一下 好啦 竟然是呀 答都不答你 大口狗梁君彥 我都說 這個基本上 是史上最垃圾的立法會主席 雖然之前那些什麼 范徐利泰 曾律成都被人 他救病 不見得好 但你對比之下 真的最怕他課給課 大家都建制派 你對比范徐利泰 那條臭蟹也好 對比曾律成這個 老鼠成他都好 很有心計的太空成 你是輸幾班 去到現在這些 完全答都不能答 即是你說 即是你說 是不是浪費嬌氣 根據市場學 這個是需求和供應的問題 現在可能只剩下一邊 東方剛才你說 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傳媒 會問一下查詢一下 但其實除了傳媒之外 依然其他可能 CodeLanguage 持訓者 或者社會其他各界 例如以前我做工會 都會有需要去看立法會的報告 連報 找資料 可能我們無論是寫信給政府 有什麼訴求 或者甚至有需要 可能其他 無論區議員也好 準備選的立法會員也好 會有需要去做功課 現在都沒有人做功課 那傳媒你又催他不將 那即使有需求 但是那個需求 是沒有一個實際的影響力的時候 嗯 那豈不是有難嗎 唉 還有我最看立法會 有一些花邊心靈的 有對東方鬧 因為它最 就是它裝過什麼智能升降機 其實都不算很智能的 不是什麼很新科技 但是它說一個智能升降機 加一個名字 好像很厲害 那麼 那朗羅方辦公室 都類似你的智能升降機 我搭過 即是你不是入了升降機之後 按這個 即是你去哪層樓 是 樓下按 對 在外面 譬如它是ABCD 它是四部升降機 你按了是12樓 你去C升降機等 即是會是這樣的 那麼立法會也會用這隻 那怎知道智能到它是怎樣 那不知太智能是立法會 不算很多人 有時候人等升降機的時間 但比以前更久了 那可能平時等三分鐘 現在要等六十分鐘 都有試過那些議員就投訴 明明我按過一層在下面 進去變成古惑的升降機 加升降機是向上的 那作為行政部 和這個立法會議員 應該是兩個機關 那你要對下誰說謊 那是議員自己本身遲到 那是你的升降機 是 那是升降機真的廢 那我覺得這個有得相確的 是不是都說 那我可能開完會 吃完一個high tea 不知又和什麼其他商界玩完 那他就賣升降機 是 那我覺得不出奇的 我覺得要 政府如果香港政府 使我們立法會議員 使我們錢 很好 真的要看看 究竟是你就是遲到 那是升降機真的壞 我覺得整個單都挺好笑 假設他們是真的 我們用納純的錢 然後養了一班低能的立法會議員 就去搭這些低能的 他升降機 然後按個名字就是智能 然後這班議員就按個名字 五光十色 有這個有這個有這個 其實是很像的 整個有軟件硬件 全部都是不知所謂 我們按個環保的名字 不如他們走樓梯 不如省錢 講走樓梯 其實平時很多長者 現在都經常鬥爛 為什麼呢 話說政府有計劃 十幾年前叫做這個 通窗的通道的計劃 譬如這裏又加上升降機 不要借大家 就要走樓梯 等等 其實不止一條村 都出現這樣的問題 裝了它圍板 說要整升降機 但誰知道遲遲 工程都未開始 有些譬如 在屯門山敬村景華樓那邊 等了一整年半 都未開始 之前的媒體都爆過 又不知哪裏 等了兩三年都是 即石劍美那邊 又是未開始 搞到你封了那條路 原本走又走不到 那些公公婆婆又要兜路 變了就是唱道 就變了她兜路 還要現在遙遙無期 究竟幾時 那些工程才開始呢 那在這個期間 要不需要付錢的承辦商呢 因為很多原因 有些就是原來 初初那個方案 看漏了一些東西 所以就不知要怎樣 再更新那個方案 有些又不知 那承辦商突然間破產 沒有錢 但早早不公佈 一兩年後 政府才拿來講 即是今日東方頭版 又是出這些東西 今次就在屯門 又是這些 即是民生東西 不是跟你說政治 然後 衛民就做不到 妖民就不斷出現 即是你們 譬如你家裏附近 有沒有見過這些工程 又不知又是 搞了幾十年 不知道在哪裡 她弄路 初初又說什麼時候會完成 誰知道延遲延遲 她再延遲 我反而記得 一些以前的細心一點的事情 是 小時候在沙歐基灣 現在拆了 明華大廈 是 其實政府工程真的很慢 還有一間 以前明華大廈 大家可能在阿公南道上面 嗯 我們入口 其實有一個在下面 東大街 是 很多年都沒有電梯 嗯 反而會貼心一點 沒有電梯 它有一個斜路仔 因為多路人家 就會上去 但因為上去都沒辦法 ABCD座那邊 是一些舊式頂字型的大廈 都是要走樓梯的 但是 拆拆拆拆到是什麼 我很記得 小時候說拆拆 如果你的公屋是拆的 但是 譬如你廁所壞了 有些東西要裝修維修 明知道東西快要拆了 嗯 政府都會幫你弄的 嗯 不會說有求必應 但起碼是合理的時間之內 會幫你搞到的 那時候我都問我乾媽媽 明明明都說要收樓的 都出了收樓通知書 即是在最後都是早幾年前收到 嗯 但是 你會知道的譜 譬如你明知道 好了 你說要收 但有人居民正在住的 你要照顧居民的 那它就會 不會說不做 不會客氣 譬如廁所爆水渠也好 什麼都好 它會 都很馬上幫你搞 嗯 不會說因為你懶 你說都要測 嗯 你都不理 以前就會覺得這些民生 是細心一點的 我覺得 嗯 經常都說 自己香港人當家作主 我覺得很大的問題是怎樣 英國佬 即是本身那幫人 以前那些高級公務員 他們不是拿來去想決策 因為整個背後有英國佬幫你想的 你講一下執行 但是九七之後 你說要港人 他治港 然後就強行一班 原本是聽命令人 全部就去負責做決策 雖然初初人 那個就不是公務員出身的 叫董建華 但那個他更差 去到公務員系統 治港的年代 你看一下 無論是曾蔭權 或者林鄭月娥那些 他更差 現在你看到局長 其實都是有 這個公務員慢慢就升上去 但是以前這幫人 一直在港英年代 是收命令人做事 他沒有什麼獨立的 是他思考的 現在你要找這幫人下去做決定 甚至去決策 其實很多時候是強差人意 這個你想照得人家以前的系統 但是以前人家系統 背後英國都多厲害 為什麼香港最後三十年 會管治這麼好 他有這麼多年殖民地歷史 很多失敗的經驗 也有成功的過往 他是將所有幾百年來 成功失敗的東西 精華了精髓 就放在香港最後三十年 所以為什麼香港會成為東方之珠 而不是你 說真的 現在特區政府你背後 別人叫阿爺 他大佬 他自己都被解決了 他這個 然後你就說想管治好他香港 就是天方夜譚 還有 大家都知道我看地緣政治 香港人很厲害 有時候特別做這些 作為一個國際的中間 金融中心 很多都是會抄或抄考 或者看看外面其他 不論上面大佬 旁邊美帝 或者看看英國佬做什麼 以前有些好些例子 可以抄 政策 但是你觀望全世界 不要只指哪一個方面 哪裏有好多的政策 你沒有看美國 嗯 例如很多政策 我覺得早幾年香港也有很多 我之前做分析也有看過 是跟得很貼人給政策 但是那些是否一個好的政策 嗯 就是一個香港的閉處 除了香港可以做第二次的政策 就是人家有些什麼好的地方 會吸收 會做 會抄 會跟著做得更好 那當你跟著的基礎都不好的時候 你本身那個人又沒有基礎 沒有創意 就是你沒有創意去想到一些 原創的政策 那你 有時集百家之大成 有時就集百家之大幣 那你現在就集了百家之大幣 最本身香港其實 你說有些華人他思維什麼都好 你不是很喜歡你有創意 和他創作的 但是可以用來 所以他就可以好好利用和抄考 所以香港連抄都抄得 沒有人那麼聰明 是 由抄過根基 到抄過人都抄 你以前可能那個空間 和他開放些時候 可能你抄都更好些 現在每個人 就算抄我步步為營 變形被抄 政治不正確 不行 那不要說創意 是連你想學習 或者仿考人家做的事 你都會下來香港 是打了五折 六折 甚至只有兩折 三折 例如林鄭月娥 她又出來說話 最近去了南京 在南京 有個演講 就講關於香港的森林 你上面的大學 找都不是找林鄭 林鄭有什麼資格代表香港 她在香港管治了幾年 尤其是最後那三年差了 連屈永賢都要插爆你 是左中右 老友亂和藍綠都一起 不停地屌實你 好了 因為她幾無恥 她說什麼 其實我卸了沒有特首之後 香港我都不會出現 我都沒有做事 意思就是 我沒有干預 現在李家超 她政府 我沒有像梁振英那樣 暗揣她梁振英 多多機格 有時候非常屌誰 有時候又說有什麼政策問題 她不會 但我想問回林鄭 既然你已經是退了下來 這麼多事你都不做 那為什麼你的前特首辦公室 早前問你 喂 那變租太貴了 現在連中環的空置率 都十幾二十個 寫到車格局的寫字樓 可不可以 下年租日期滿去些便宜一點 第二 可不可以不要花我們這麼多錢 裝修又裝修六百多萬 六百多萬裝修都不知什麼裝修 然後 那些經常性開支 標升到九百多萬一年 兩年花我們二千多萬 但還要問一下你究竟 你有沒有用過這個辦公室 有沒有用過 不予置評 答都不答你 但現在又說財政赤字 又說庫房越來越少錢 然後這條林鄭 即使你說自己是不做事 就繼續花我們的錢 這麼無恥 問你有沒有做事 就答都不答你 即是PK到 這條真是人版 我想審計處最近都喜歡拿一下光環 我想快要審計 是 應該會再動他 我猜的 我期望他要 期望他要 上年說了一次 還不 即是有時候 你講現在政府的處事方式 就是有時候 總之有些事情他們要拿分 要make noise 嗯 審計處這幾年都很拿分 嗯 唯有這麼大的目標 我期待就 起碼要動一下他 有些報紙有些東西寫一下 他難堪我都覺得有點開心 還有 他難堪再沒有錢 我更開心 你行政樹也不要跟他 你害怕他有錢嗎 怕林鄭月娥 因為他完全 即是梁振英都是政協副主席 他什麼都沒有 你怕他有屁動他 是不是 插勁他 你不要讓他繼續租太古廣場 對 連董建華那位 董建華都很安場 現在 你再不是隨便街市很多 他急討 現在街市廁所旁邊的位置便行 給他一張摺桌 兩張摺桌 等你去見客 是不是 不是什麼 看移民生 你看到這個 下台之後 都繼續搞到烏煙瘴氣 我們下一節 繼續跟Cat姐 等下一節 Cat姐可能有 開一下 是什麼來的 開Cat姐罐頭 好 開罐頭 好 下次見